弟妹啊 你这手气太臭了 是吗 李孝似苦恼的 看了看自己的掌心 直接送到了商誉的尘边 给我吹吹 说不定下一把运气就好了 贺琛和何关一脸黑线 男人薄唇勤着笑 低头在他虎口的位置 亲了一下 你差不多得了啊 第三局开始 李孝依旧漫不经心的样子 只是那双毛子 悠悠落在了何关发牌的手上 嘴角勤着似笑非笑的弧度 叫牌的最后一圈 李孝直接把筹码 全部推到了桌上 All in Good 这时 奖金池的金额已经四个亿 也就意味着 这一局的赢家 可以拿走所有的筹码 转眼 开始亮牌 贺琛吊儿郎当地把牌翻开 笑得愈发灿烂 又赢了 哎呀 铜花顺 李孝不紧不慢地 一张一张掀开牌 是吗 那 皇家铜花顺 怎么样 贺琛一脸惊叹 直到她翻开最后一张 嘴角才僵硬地抽出了两下 还真是皇家铜花顺 如果这位何关小姐 刚才不把下面的牌 换到上面 我还真赢不了 谢了 三场赌局 何关一直在偷偷换牌 贺琛气笑了 捞起桌上的扑克牌 就砸在了何关的脸上 我让你动手动脚了 陈哥 我没有 他在污蔑我 刚才楼下也是他污蔑我的 污蔑你 污蔑你怎么了 在老子的牌局上动手脚 你给谁丢人现眼呢 李孝没想到 贺琛会抽出这番话 有些清奇地扫他一眼 越看越像个精神分裂 你的手下 该直立了 把他给老子拎出去 废了 何关惊恐地开始求饶 但是现场的三个人 皆是一副 充耳不闻的神态 冷漠又冷血 夜深冷 二层的月台前 你刚才是做做样子 还是真要断老子的手啊 再有下次 你试试 你他妈真行 为了个女人 要跟老子反目 就这么喜欢的 所以你别招惹他 真当老子急不择事啊 几分钟后 李孝从账台回到了二层 他静自来到商鱼的身边 商鱼顺势 勾住他的腰 拉到怀里 递给贺琛一个眼神 便带着洛宇等人 走向了特殊通道 陈哥 账台说 那位李小姐把筹码都还回去了 你是来跟老子说废话的 他还个筹码有什么稀奇啊 不然 你让他拎着四亿筹码 回家堆积木啊 陈哥 我的意思是 那位李小姐 把筹码还了账台 但是没兑钱 他忘拿了 阿勇摇头 回忆着账台先前说的话 如实转述出来 报酬 嘿嘿 这女人年纪不大 还挺懂事 你也不信任何事 他已经入过了 他也挺难听的